再來素食店又傳出來了 不明的感染源 另外醫院裡頭如果 不論是什麼樣的員工 這次不是醫護人員 但是是美食街的員工確診 這個也讓大家會很擔心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最近 不要說出去用餐了 健身房也不敢去了 外出去買個東西 又開始緊張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台大癌醫院現在又爆發了是 美食街的員工確診 那這等於是第三度淪陷了 5月的時候是公務室 然後9月的時候還記得嗎 就是前幾個禮拜 麻醉護理師確診 然後因為他還去過花蓮 還記不記得 所以很多花蓮的民眾 也開始緊張了 不過總歸一句就是 打疫苗的人也太少了吧 來 這邊是有醫生提出了質疑 獨立專家昭明威就說 新北幼兒園29人群聚 他篩檢了一下 剔除小朋友 他發現在大人裡面 居然只有三個人打過疫苗 他認為確診可能不是現在的人數 紀主任 您怎麼看 打疫苗的人比例之少 其實這個是可以滿好理解的 因為我們的疫苗 扣除那些所謂的第二類高官 他們自己優先自肥先打之外 一般來講多數的人 在扣除一些特定的高風險 像醫生 護士或是前線防疫的人員之外 通常是照年紀排下來的 所以扣除長輩之外 年輕人本來打疫苗的比率就低 像我自己31歲 我到現在我也還沒打到 那我們目前已經到台灣的疫苗 總共是1500萬劑 那已經達到的 當然就比這再少一些 可是我們有2350萬人口 所以可想而知 青壯年乃至學生族群 本來就還有很多人 還沒有打疫苗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本來我們防疫 照理說應該要更謹慎 因為你既然沒有打過疫苗 等於多數人面對這個病毒 他是沒有保護力的 很容易一個病毒感染了 可能就變成重症甚至死亡 到目前一直 台灣新冠疫情死亡率都還很高 超過5% 名列世界前十 可是我們的防疫 卻一直的掉以輕心 一直呈到說 有症狀的人在去篩檢 但是我們看今天公佈了一個 新增的確診病例 新北那位學童 他的同住爺爺也確診了 他的CT值只有14.5 非常的低 CT值數字越低 代表是說他身上的病毒量 比較高 那病毒量高 當然傳染力就強了 可是很重要的是 這位爺爺他是無症狀的 無症狀 那問題來了 無症狀的人並不等於說 他的病毒量就一定比較少 一定 我們看到這位爺爺 他身上病毒量很高 所以CT值低到只有14.5 可是如果按照我們過去指揮中心 這些大官的邏輯 你無症狀的人 你不用急著去篩檢 你等到有症狀 才篩檢就好了 那照這種邏輯之下 我們可想得知 有多少的人 他明明身上可能就有新冠病毒 而且甚至量或許還不少 但是卻因為他沒有症狀 而沒有去採檢 所以就會造成說 人人不絕的永遠就有 這個人傳給那個人 那個人就傳給下一個人 才會又爆出今天我們台北市 又多出一起感染 原不明的病例 其實也不用意外 因為我們一直用這個錯誤的政策 一直不肯好好的鼓吹搭 再趕快出來多採檢 那或許有人會說 你採檢了 全部的人都採檢完了 也沒有用 以後可能還是會被傳染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看看先進國家怎麼做的 人家英國他們由政府出錢 發給每一位公民 每週發給他兩組的快篩試劑 讓你一直篩一直篩 不停的篩 因為隨時都有可能感染 沒有錯 篩完也可能被感染 但你不能因為這樣子就覺得說 好 那乾脆就不要篩 這樣行嗎 那疫情一定會一發不可收拾 永遠都會有人被傳染 人家先進的國家是這樣子防疫的 那為什麼我們就要這麼令餘篩檢 實在是很搞不懂 疫苗也沒有 篩劑也不夠 這不就是印證了剛才署長所說的嗎 另外我們的Pure Lander說 打一劑也等於沒打 另外古德默我們的粉絲 我覺得大家思考 邏輯真的都很clear你知道嗎 他直接問了一句話就是 護理師到底打完兩劑了沒有 告訴大家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這個台大護理師 他應該是打了一劑的莫德納 然後為什麼第二劑沒打 重點來了 抱歉 護理師打兩劑莫德納 好 那有的人打了一劑莫德納 但是第二劑遲遲沒有打 難道是大家不想打嗎 或許不是這樣 而是請問接下來我們的莫德納 從哪裡而來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說現在很多人在講 莫德納來不了 美國爸爸不送來 那我們該怎麼辦 指揮中心說有 我們有訂 但是國際都在搶貨 都沒來 但是我們看看鄰近的韓國 人家派人去美國搶貨 真的有貨到了 還有一點 這個等一下也可以討論 就是莫德納的代工 韓國可以代工 台灣為什麼不行 我們也曾經有做代工的機會 但是我們被我們拒絕了 所以搞得我們現在 騎虎南下 洪威姐 現在莫德納打一劑的人 第二劑怎麼辦 勢必要混打了 因為打了第一劑 其實間隔的時間非常的久了 已經超過了 有很多已經到 14週了 最好的打第二劑的黃金時間 接下來可以混打BNT嗎 其實很多人在想不知道 不知道 我跟你講其實打莫德納現在 我們如果在這個基層 很多人都會說 我的莫德納已經打了 就超過12週了 有的到14週 他說我的第二劑莫德納在哪裡 現在好像開放了所謂的第二劑 就是AZ可以開放第二劑 但是他也是限定一些 比如說你是幾歲以上等等 或者你是什麼第九類 可是問題 莫德納現在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的大缺貨 我們現在第一劑到9月10號 打完第一劑莫德納的人數 是343萬 那根據指揮中心所公佈說 現在我們政府今天現在 所掌握的莫德納還剩餘的多少 50萬 只有50萬 也就是說他即便把這50萬 全部都釋出來 也沒有辦法去符合第一劑 讓你打第二劑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就說 質疑什麼 一劑莫德納 倒變成什麼 二劑孤兒 也就是說你第一劑打莫德納 你第二劑會變成疫苗孤兒 你不能打 你什麼都不能打 你知道事實上我們政府 事實上在6月下旬開始 陸陸續續幫一些長者 還有造冊的一些特定族群 在打莫德納 那個時候給你的訪單 是說你要打完第一劑 28天之後要打第二劑 28天 當時是28天 你想看28天早就過去了 所以後來政府知道說 我沒有辦法幫你打第二劑 然後又改 指揮中心第二次更改是什麼 說那這樣子 你可以打10週到12週 10週到12週 然後你再打第二劑 那你知道嗎 這個事實上也沒有什麼一些 特別的科學的根據 它只是根據 比如說像加拿大 有一些國家 也是因為莫德納缺貨 它後來就把整個的 第二劑的時間拉長了 所以變成10週到12週 所以已經延了一次 那請問一下 現在還要再延嗎 那現在有一些 我看到有一些里長的辦公室 又一堆的婆婆媽就出來 我們要打第二劑 我們要打第二劑 第二劑在哪裡 結果指揮中心前兩天說 那這樣我們來討論一下 研究一下 看能不能混打這個就是BNT 現在才來研究 而這些在抗疫的人 你知道他們打了多少週嗎 打了14週 也就是說早就已經超過 你原來指揮中心 延長的10到12週 所以很多人都在質疑說 那如果你到現在莫德納只打第一劑 那會不會因為你時間黏得太長 變成你第一劑是白打了 那你這樣白挨了 你知道嗎 還有網路上有些人就在挨什麼 他說當時去搶殘劑 搶到莫德納還覺得非常驕傲 我打到莫德納 你看你們都打不到莫德納 結果現在傻了對不對 懵了 早知道當初不要去搶了 打AZ還可以混打 對 他說我當時搶殘劑 搶到莫德納 現在是福是禍 因為你現在根本沒有莫德納 那到底他能不能夠跟那個 BNT混合 目前指揮中心說我在研究 請問你研究要研究多久呢 你研究兩週 真正開頭打在兩週之後 也就是說你在一個月之後 那真的是不是第一劑全部都白打了 你要給300多萬 343萬人一個交代 那我再給大家一個數字 現在打第一劑莫德納是343萬 你知道打完兩劑的只有34萬 那這裡面當然有很多都是二類 都是二類的 他們那個可以有特權 然後可以繼續的施打 那請問一下 這裡面有300多萬的人 該怎麼辦呢 你該怎麼辦呢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指揮中心也好 蔡英文也好 你不要以為說BNT來了 我現在給12歲到17歲的打 然後又把它延長到22歲 然後又開放23歲可以打AZ 他覺得這樣子 我可以去討好一些年輕人 可是現在莫德納沒有辦法打第二劑 很不爽的人是誰呢 是很多的年輕人 因為他是說奇怪了 家裡面的長輩 阿公阿嬤或者爸爸媽媽 到現在一在吵 說我的莫德納什麼手打 你們可以幫我想辦法上網去預約 結果發現根本沒得預約 因為我們沒有莫德納 那我真的要質疑的是 大家想想看 BNT這個在郭台銘 郭董的催貨之下 他說會周周到貨對不對 為什麼郭台銘可以說周周到貨 因為他去盯貨 他去催貨 那請問一下 郭台銘可以做 政府為什麼不能做 政府有... 還是他不想做 我覺得他不想做 還是他沒有能力去做 他沒有能力去做 所以使得我們莫德納的到貨量 完全沒有辦法掌握 那這些大家都知道 你看到韓國怎麼樣去催貨 結果後來九月份 莫德納大量的攻擊韓國 韓國就有很多莫德納可以打 那我們點點不敢講話 當時AIT的新任處長 去拜訪陳時中的時候 陳時中一句話都不敢講 完全沒有講說請你拜託 我們莫德納現在都去催貨 能不能協助讓我們莫德納 能夠獲載到一些 所以我也請求我 照謝